另外泰鲁个国家公园 为了让大众在春节期间 能够顺利的到访三月吊桥 将从110年农历春节期间 台八线中横公路交通管制期间 避免游客因为必须转乘游园专车 造成行程的困扰 以及提升吊桥参访的游客量 将从110年的2月13号到15号 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二到初四 免预约以排队入场的方式 三月吊桥自109年8月12号开始启用营运 为提供高品质服务体验 采预约入场制 并提供定时定点解说服务 后续并开放报道余额 供现场排队候补 整体服务品质持续提升 截至109年12月20号 累计预约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了88,516人次 春节初二到初四 也就是国立的2月13到2月15 我们泰鲁阁国家公园 将有免费的游园穿车服务 服务期间 三月吊桥将暂停网路上的一个预约 采现场排队入场 为了服务更多的游客 我们营业时间会延长从7点40到16点半 欢迎各位游客来泰鲁阁走走 春节游园专车运行期间 除了配合调整三月吊桥 开放时间为7点40分到下午的4点半 并将暂停预约改为全部现场排队入场来参访 让所有来部落湾的游客都有机会能参观三月吊桥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